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近日一场名为《午上春》的舞蹈演出 引发了业界高度关注 其中首场开票40分钟就全部授庆 现场座无虚席 这次演出是中国歌剧舞剧院 将年度考核展示 从院团排练厅创新性地 搬上社会大舞台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上一堂 网红5.5考核课 每年开春 中国歌剧舞剧院都会进行全院的业务考核 今年4月中旬 舞剧团首次尝试将年度考核展示课 从教室搬上舞台 从幕后引入台前 以剧院演出的形式呈现给观众 引发业界内外的关注 这是我们剧院多年的一个梦想 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舞蹈演员的一个梦想 就是有一句话叫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其实我们做这样的事 就是想让更多的老百姓 对舞蹈这一门艺术 它更深入地了解 让他们知道这十年功是怎么练的 不光光是他平时在舞台上看的那一分钟 而且这十年这个功练下来 也让更多老百姓也能理解到一个舞者的这样的一个心酸 他的一个心路理性 中国古典舞的发展到现在 有很多作品 观众都看过 比方我们有过孔子 有过李白 有过昭君出伞 观众从来不知道这些演员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五上春》以中国传统颜色为线 串联起乐 翠 褶 代降五个主题篇章 每个篇章侧重不同的舞蹈技巧 并将舞蹈与明月诗歌充分结合 以中国古典诗词作为内容表达 为观众呈现出一堂生动的古典舞艺术体验课 第一个篇章是月 月就是白色 可能就会选用 我们平时一般用的一些控制组合 展示稳定性的一些东西 让这个篇章变得很抒情 很安静 最后一段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春江花月夜 和他的一个诗句是纪念 我们老艺术家陈爱莲老师的 第二个篇章就是翠 它是一种生机勃勃的 是一种春天来的感觉 就是灵动的 活泼的 比如说灵巧型的组合 什么小跳 小转 然后小翻身 踢腿 第三个篇章 我们也是想把它做到一种端庄 大气 厚重 它像土地一样 我们就用了一些 比如说男女孩的五字传 包括一些大跳 第四个篇章 就是带子的黑色 用中国古典舞的水袖和剑 去体现它 那么在酱呢 这块它是一个红色的意思 其实就是像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一样 也是红色又朝气的 从传统走到了现在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年轻人的接力 那么这里面它是一种传承 在不同的演出篇章 158名舞者 分别展示了古典舞基本功 技术技巧 身韵水秀与剑舞 为观众带来一场高水准的 业务大练功 从更专业的角度 感受到古典舞的魅力 我从小就跳古典舞 我觉得很多我们的训练方式 比如说我们讲究从腰出发 讲究从中轴发力 然后一切都是 预前先后 预左先右 一阴一阳互相配合 然后我们很多的动作 都是闪斩腾膜 它其实有别于芭蕾的开绷制 也是涵盖它古典舞独有的审美 那么作为国家院团 我们不仅要把国家队 建立起真正的一流水平 而且我们还要发挥 国家队在舞蹈艺术 发展的这样一个事业道路上 它的代表性 示范性 和导向性的作用发挥出来 表面上看仅仅是在舞台上的 一个仅仅的一种很美的尝试 实际上它也反映出 就是我们整个国家 这个行业的发展的一个前沿 《舞上春》寓意舞蹈的春天 成立于1956年的 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团 在长期的实践摸索中 形成了独有的民族舞剧风格 近些年 舞剧团紧抓业务建设 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中国古典舞演员 舞剧孔子 赵氏孤儿 昭君初赛 李白等深受海内外观众喜爱 成为国内舞剧类演出的票房保证 此次《舞上春》也同样票房火爆 一开票 四十分钟 第一场票房卖完的时候 其实给了我们所有的主创 包括我们演员有极大的信息 这个业务考核呢 那是完全是真金白银的 韩景量极高 我就说你看到这个业务考核 不亚于看了很多部舞剧作品 演员的归宿就是舞台 每一个舞蹈演员的梦想 都是有朝一日站在舞台上 用毕生所学塑造人物为作品服务 在《舞上春》尾声 演员们回望来路 展示了近十年来的多部经典舞剧 向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致敬 通过我们这些年排的 把每一部舞剧像散回一样 每一个舞剧用了一个片段 这样的话把我们六七部舞剧 整个也是一种展示给观众 像一个回顾一样 包括我们的设计从乐池 向台后走 它是迎着遭养 可以是前夫后继吧 一代接一代生生不息 《舞上春》剧场演出结束一个月后 中国歌剧舞剧院积极响应文化部 关于文艺院团演出演播并举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唱意 推出为期一年的线上点播服务 除了在舞台展现这有限的空间里 那么能够上到线上去 在一个无限的空间中间 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 我想也能让外国的观众 看得到我们中国的舞蹈 看得到我们中国的文化 看得到我们对美感的追求又是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怎么说也能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舞上春》线上演播室 将通过艺术家技术的有机融合 让用户体验到自由视角 4K多视角 8KVR等高新技术运用 带来的不同于剧场 更为沉浸自由的云观眼新视角 像他们的子弹技术 能够让舞蹈演员 腾空起来以后 悬挂在空中 就想把舞蹈的这样一种美 能够得到一种充分的展示 尤其是在建党百年 这么重大 这么伟大的历史时刻 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我们用舞蹈 为国家书写 为民族起舞 为时代起舞 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 此次艺术院团将演员专业考核 从小圈子推向大社会 体现出的不仅是一份艺术自信 更是一份接受观众 市场和专家 全方位检验的勇气与诚意 我们要为这样的锐意进取 创新改革点赞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您可以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不仅有机会 赢取演出门票或者是文创产品 还能够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您喜爱的艺术家 面对面 安装了 1 2 4 1